这里开悟堂北美时间 2.21年8月19号下午 我们下面接的讲 应该是讲第五部分 就是阿富汗专辑 今天我估计这个专辑通通全要黄标 一个也不给了 我们大概今天就白忙活 但是我们感到高兴 然后我们谢谢网友帮我们关注 你们帮我多转发就行 然后明天 明天后天其他的节目里面 你们再跟我多看这广告 我们就回来了 感谢大家 下面我们看一下 阿富汗内战正式打响 我们先上来看一篇文章 看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来自于网易 我们讲到网易 我们也用网易的来讲看法 这篇文章重爆 内战爆发阿富汗打响的反塔利班的第一枪 这是猫爪舍 我们念一下 当美国那位自命不凡的民主党人拜登说 阿富汗政治领导人放弃并逃离了这个国家 他指的可能是那位携带巨款潜逃的美籍阿人加尼 否则的话 这回他又会被打脸 美籍阿人 也就是美国籍的阿富汗人 昨日阿富汗第一副总统阿姆鲁拉萨利赫通过推特宣布 自己成为阿富汗的临时总统 他表示自己目前身在阿富汗国内是合法的看守总统 他是按照阿富汗的宪法 他可以自动结论的 他说现在与美国总统就阿富汗进行争论是徒劳的 让他消化一下吧 我们阿富汗人必须证明阿富汗不是越南 塔利班也不像越共 与美国与北约不同 我们还没有失去精神 并看到了未来的巨大机会 无用的告诫已经结束 加入抵抗 他续称 澄清一下根据阿富汗宪法 在总统缺席逃跑 辞职或死亡的情况下 第一副总统成为看守总统 我目前在我国境内是合法的看守总统 我正在与所有领导人接触 以确保他们的支持和共识 当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巴尔并占领了 被总统加尼抛弃的总统府时 萨利赫在推特发誓 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向塔利班恐怖分子低头 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 熊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灵魂和遗产 他是指挥官 是传奇 是向导 我不会让数百万追随我的人失望 我永远不会与塔利班同在一个天花板下 永远不会 在我的土地上和我的人民在一起 为了一个事业和目的 怀着对正义的坚定信念 反对塔利班的压迫和残酷的独裁统治 是我们的合法性 我为我的国家站起来 战争还没有结束 在塔利班占领喀巴尔之后 萨利赫没有像前总统加尼一样逃往国外 而是前往了喀巴尔以北的潘杰西尔山谷 与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儿子艾哈迈德马苏德会面 组建反塔利班抵抗力量 哈迈德马苏德的父亲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阿富汗抵抗运动军事领导人 被追授为阿富汗民族英雄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 他先后参与了抵抗驻阿苏军 苏联支持的傀儡政权 以及塔利班政权的斗争 被誉为潘杰西尔雄师 2001年9月9号 两名伪专成外国记者的塔利班成员 在马苏德身边引爆炸药 致使马苏德当场死亡 昨日 萨利赫麾下部队打响了第一枪 他们已经从塔利班手中夺回喀布尔北部 帕尔旺省首府恰里卡尔 恰里卡尔是帕尔旺省首府 通过萨郎隧道连接 喀布尔与阿富汗北部最大城市 马扎里沙里夫的战略公路 穿越而过 是至关重要的战略要地 双方目前正在潘杰西尔峡谷附近激战 与此同时拒绝投降的阿富汗政府军 军人和前反塔利班北方联盟核心成员 杜斯塔姆将军带领了一万名战士的部队 正在前往潘杰西尔省的途中 准备于当地的武装力量一同抵抗塔利班 这个是战争 瞬间就打响了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我们提醒大家 这个是要的 应该是要的 这个战略目的要的就是这个 然后那里面把中共拖进去 消耗中共的有生的一点点能量 中共虽然很狡猾 但是没办法 你绑了这 否则的话 塔利班很快就会被轰走的 没有那么大战斗力的 然后后面再看看这个马苏德的背景 我们就知道 我们先看 在猫爪看来 塔利班代表不了阿富汗 也代表不了阿富汗人民 他们的政权是通过枪杆与持刀夺取 而不是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而产生 所以请不要随便代表阿富汗人民 任何说塔利班代表阿富汗人民的选择 都是耍流亡 这个过程 所以他反馈回来 就是打在中共的脸上 中共不能代表中国人民 提醒大家 人民的觉醒都是这么过来的 中国人的觉醒也是要通过这样 得让他表演表演 那么大家想 塔利班不是在阿富汗本土产生 而是来自邻国巴基斯坦阿富汗难民营 记住这点 他们接受的是一种来自沙特的伊斯兰极端教义 这种极端原教旨主义叫做沙拉非主义 它并不代表阿富汗本土文化 而是一种野蛮的外来文化入侵 这种极端极竟的教义对于本土的阿富汗人民是陌生的 这个又加紧了这一点 所以我们一直在奇怪 他怎么会在阿富汗里面 你看塔利班那时候夺取政家也很轻松的被赶出去了 他是外来同志 这就跟中共一样了 中共的共产主义不是代表我们中国的本土的文明 他是外来的一个 凌驾于我们百姓身上 记得 他说作为外来政权 塔利班上台后的那些宗教野蛮政策 在阿富汗的本土历史上是从来没发生过的 这个就知道 比如他们不允许女性上学进入职场 蒙头蒙脸等 这在50年前的阿富汗查西尔王朝时代 是完全无法想象的 那个时代阿富汗繁荣安定 阿富汗女人也和同时代的伊朗巴里维时期 时代的伊朗女人一样受到尊重 享有平等权利 猫杂认为 自由从来不是靠恩赐施舍得到的 自由是要靠自己 靠自己 靠血于泪抗争获得 任何靠恩赐的自由最后都会被收回去 这一点我们完全赞同 提醒国内的同胞们 记住 你如果说 有人讲 说我们老说积压之狗 我告诉你 你如果说你安部 你自己对号入所积压之狗 是被别人供养的 那你就是这样的情况 你没有自由的感觉 一定要自由是要靠自己的 争取的 美国人收回了恩赐 他们撤走了 他们背弃了你们 但是你们不能抛弃向往自由的心 不要再去喀巴尔机场去追那些美国军机 勇敢地加入反抗富国军 去争取自己的自由 加油吧 阿富汗人民 叛杰希尔之师的精神永存 这是个网友 他这里面提供了一些 几个信息 我们以前没注意到的 第一个我们讲到了 塔利班不是本土产生的 是在巴基斯坦难民营产生的 所以他的脑潮在那一块 所以那块里面记住这一个 另外他的文化也不属于本土文化 强加在阿富汗人民上 所以那个地方一定会反抗 我们讲到这些 这些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 好 这段我们放到这里 所以我相信阿富汗的反抗 阿富汗人民的反抗会更加激烈 这个正好是这位 下面这次讲重磅 内战包安风打响第一枪 这个正好是我刚才读到的 这个内容 OK 下面我们再介绍 这个里面 埃哈迈德马苏德大学毕业后 并未从军 也为从政 并未从军从政 而是担任了 以其父之名 命名的马苏德基金会首席执行官 记住 他还是一个基金的 有财权的 工作内容主要是推广青少年文体活动 马苏德公子只是个社会活动家 很重要 社会活动家 在全境沦陷的情况下 他就是一走了之 也算不上临阵脱逃 然而小马苏德此时居然高举大旗 起兵抵抗塔利班 这份勇气和担当并不多见 我们再看下面 介绍小马苏德的来历 这是老鬼阿定讲到 阿富汗的民族因素 他就讲 塔利班目前已经控制了 33个省 潘杰西尔省是塔利班唯一还没有拿下的地方 这里是阿富汗的民族英雄 当年抗击苏联中被誉为潘杰西尔之师的艾哈迈德 沙阿玛苏德的故乡 苏联人也无可奈何的地方 现在掌控这里的正是他的儿子 艾哈迈德马苏德 他在潘杰西尔发布动员令 并发誓要与塔利班作战 艾哈迈德马苏德在讲话中说 今天我们要为民族而战 你们将为人民的权利而战 你们将为妇女的权利而战 你们将为 将要为许多其他价值观而战 而不仅仅是为了你和我 这是捍卫你们防御的第一道防线 但对每个人来说 我可以为自己而战 非常棒 如果讲到这种话 不是一般 那么下面这条 我们讲到文本 这是网友 目前北方军的领导是 小艾哈迈德马苏德 32岁 这个背景很重要 是英国皇家桑德赫斯特军事学院毕业 这个背景 记住 英国 第一 英国皇家 第二是军事学院毕业 记住 那么艾哈迈德马苏德 里面背后的靠山谁 英国 就跟我们今天在前面两讲里面讲到了 英国可能要 一定会介入的 这个就不一样 记得 他的父亲是阿富汗民族英雄 基地组织暗杀后 他的父亲马苏德以后 暗杀后 第三天发动了911 这又是一个重要信息 911前三天 他的父亲被暗杀 小艾哈迈德马苏德的前年才从政 29岁 他说他不想打仗 希望阿富汗民族 尊重女权 自由 但是目前看到阿富汗诺维塔尔班手里 他站了起来 知道吗 这是背后的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是比其他重要 那么下面这一块就是 他就开始行动 阿富汗北方联盟部队从塔利班手中夺回了喀布尔北部查理卡地区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查理卡地区 看一下这是他的证实 小马苏德的证实 你要看看他这里面的部下的人的精神状态 走路的知识 跟那个阿富汗 卡布尔那些军人的走路知识和那个方式的差别 然后看看他自己之间的有武装飞行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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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啊 最拥有重要一点 下面我们再看这个啊 他的那个阿富汗的副总统 这里面讲了什么呢 俄媒 说阿富汗副总统麾下部队 正于塔利班作战 以夺回一省首富 这是大家的啊 据俄罗斯卫星网17号报道 卡布尔一名军方消息人士表示 阿富汗副总统 副总统阿梅鲁拉萨利赫 麾下部队 从塔利班手中夺回了卡布尔 北部的帕尔旺省首府 恰里卡尔 双方目前正在叛街西谷 叛街西尔峡谷附近 集站 从那个地方又开始了啊 这重要的是 塔利班的啊 那个阿富汗的序幕啊 陷阱开始正式形成 我们讲到形成 形成我估计大概要 一年左右吧 一年左右 这一年左右看消耗的力度啊 基本上就是新的代理人战争 爆发了 这个代理人战争重要的 我觉得是一个 如果是Q后面操纵的话 它重要的一个目标啊 就是拖垮中共啊 依然是帝国分场 帝国分场 那么这里面情况记住啊 在这个里面讲俄罗斯 你想在联合国上表态啊 一票否决了 中共讲到的要给塔利班战帽子 大家可能知道啊 可想而知怎么回事啊 那么土耳其也会介入的啊 不要着急 然后英国也会 现在小马苏德 小马苏德上阵了 那英国一定会介入的 因为英国里面也有 至少有长期的 他那个不是说这些利益啊 这个时候不是为了 不仅仅是利益问题啊 记住啊 不仅仅是利益问题 是一个全球战略问题啊 中国人被共产党洗脑了 往往都说利益问题 因为中国是唯物主义啊 统治了什么东西都往利益 利益只是一个表面现象 记住啊 所有的利益都是表面 如果你仅仅以利益为主 去讨历的话 你一定会失败 一定会失败啊 中国人什么时候从这里面出来 才会成熟啊 我们讲到的 所以你没有信仰 当然你不可能 达到我们所谈到的 这个后面的事情 你没有信仰 所以你都会往地上看伤利益啊 利益都是表象的 记住表象 哪怕DS里面也是一样的 你不用说Q了 他们的维度都很高 高维度在这里面 这才是真正的战略 你想想老毛也明白这道理 老毛 他如果是仅仅是为了利益的话 他就不会撤出输区 也不会干嘛 对吧 他就长征路上 就不会扔掉那些资重 也不会杀掉那种伤病员 他是为了更大的一个战略 记住到这一点 这个你没有战略意图的话 你就完全是按照利益来讲 是不对的 另外还有一个 大家不要用道德表的方式 不要用道德表 不要用那种道德表方式 看看你看看 你应该保护每一个 没有这个义务 没有这个义务 最终的胜利才是重要的 提醒大家这一点 所以很多人一到文明 意味着你文明 你叫大包大揽吗 我们是文明人 我要对那些邪恶大包 你不站起来 谁管你 对吧 你都站起来 必须都配合 你比方说美国来了 你阿法兰德站起来才行 双方配合 因为那是你的家园 我们只是来帮你松绑 你既然 你站都不站起来 我拽你起来 有用吗 救不了的 然后说我们放弃了 然后人家就开始攻 这就是共产党的做法 我们有很多网友 脑子里点心的共产党 美国你就应该去救人家 救人人家凭什么呀 我们讲到凭什么呀 对不对 我可以 如果说你自己想独立站起来 那OK 我们帮你 帮助你 把邪恶的干倒 然后你站起来 然后你站都不站起来 躺在身上 另外再找 把美国当新的一个爹去找 这是不对的 我们讲的 共产党就是利用这方式 提醒大家 好 这段我们就到这里 然后 今天的我们这个 这个广告收入就全没了 全没了 好 这是一段 下面我们再讲各种 就阿富汗事变的观点的分析 我们就把这些东西读完 其实很多事情 你把这些信息收集来以后 你也不用动脑子了 所有东西全在里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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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